参考答案的话 我就把它贴到这个 这边有个解答 1到5类的解答 打开的话 基本上我会把 每一体的答案都贴到这里 基本上第1类的 第2类的 第3类的话就往下卷动 然后在刚刚的部分的话 在302这边 我数联加 我刚刚有把 画回圈的部分 也把它加到这里 如果有一些补充的话 我就会再往下加 反正只要我做过的部分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如果说 不过其实理论上 以这一点来看 好像似乎用货回圈 当然会精简许多 所以这两个把它删掉 然后累加也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把它恢复好了 恢复成那个货回圈 哇清爽许多 突然之间 少好多东西 所以基本上 有些部分如果 用货回圈来写 通常都范围 哪个范围到哪个范围 货回圈是最适合的 那如果它只是单单一个条件的话 那样画的违约比较适合 所以有以后的话 如果你遇到什么情况 你可能就用适合的回圈来写 会比较OK 比方说有的人不分 好像一个就到底 可不可以 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只是说写出来的程式 毕竟就不是那么恰当 那接下来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它今天输入什么 假设它今天输入的是 非偶数 是3 1133这样 它还是可以出来 不对啊 我们应该 不能让它输入 非偶数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是输入了偶数 那我就帮你做底下这个事情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输入偶数的话 那我就会把你挡下来 OK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这有点像做个闸门吧 你今天体温高的走这边 体温低的就走正常通道 体温高的 那我可能把他拦下来 也许请你先那边等一下 再量一次吧 或者是太高的话 可能就帮你叫救护车 怎么样 我现在就感觉蛮恐怖的 OK啊 那怎么做呢 有点像是给他不同的杂道 其实如果不同杂道就是逻辑判断 其实就第二类 if 那我们要判断什么 a或b 如果不是偶数的话 不是偶数哦 a不是偶数 偶数的话应该什么写 如果a怎么样 他假如除以 除以 2除以2的余数哦 余数的话是这个 百分比有没有啊 2意思说除以2的余数 不等于 等于这样的啊 不等于的话呢 不 等于 0的话 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说呢 这个意思说呢 他如果是除以2之后的余数哦 假如不等于0 不等于1 这个意思是吧 他就不是一个偶数哦 OK 或者是 或偶尔 有没有 或者是 b 除以 也不是偶数 不是偶数一样嘛 所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改个什么 或b 假设啦 a或b 只要其中有一个不是偶数的话 那我就加一个冒号 冒号意思说我要做什么处理 好 然后呢 那就print了 我警告他一下 print了 请务必输入什么 请务必输入偶数之类的 OK 好 然后经探号 这样子 好 那反思的话 OK 所以底下的话 OK 好 Enter 然后back一下 else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一个l 反思嘛 加一个冒号 反思呢 那就做正常的事情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刚刚的程式 请你放在else里面 但问题特别注意哦 因为呢 else是一阶 所以他有一个冒号 所以请各位底下的程式 怎么样 再加一个什么 TAB键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 他 他 假设不是奇数的话 那我才去做底下的这个事情 那如果他是 他 输入奇数我就把它挡下来 偶数的话 所以有点像 两个杂道 一个杂道是挡下 一个杂道呢 就是做刚刚的事情 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基本上房呆就这样写出来 那什么叫房呆 基本上你可以把所有可能 使用者会发生的错误 通通都找出来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 你这个 就会 基本上这个系统就稳定的啦 OK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 他就不可能会输入一些不正确的资料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的话呢 这个 没有房呆 如果输入13 Enter 1133 请务必输入 我输入了没有 OK 那当然呢 如果假设 我开头对 A是对的 B的话变1133 不是1144 Enter 也不对 因为是偶尔嘛 偶尔就是 那个 或那个 只要有一个 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就是 他不能被二整除 那就不是偶数 OK 也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14 这个也要是偶数 这个也要是偶数 那 两个都是偶数哦 有没有 这个两个 都要 都为 如果这两个都不为处的时候呢 那 当然 才会执行else的 这个逻辑判断 所以Enter一下 看是OK 如果else 那都 都不是哦 Enter 33 32771 就是刚刚的结果 OK 所以等于是多什么 多一个这个房呆的 一个 逻辑叙述 OK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你程式写完之后 你要避免掉一些错误发生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其实 但是 程式里面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不管以后怎么变化 反正 任何的程式语言 一定都会有回圈 一定都会有逻辑判断 一定都会有end跟over 这都一定会有的 没有的话 假如没这个东西 程式要怎么run 所以以后管它 以后变什么 现在新 Google又推一个新的语言出来了 OK 那当然看一下 好像也 跟那个python 其实很多都也没同的 就是你怎么变 反正看一个基本的架构 不就有这些东西吗 所以如果有这些东西 像没关系 你怎么变我看一下 我大概把它改一下 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你怎么变我就照着变就好了 只是规则稍微改一下 所以以后 你们如果假设 真的 环境里面又用不一样的语言 你也不用太担心 反正你就变一下就好了 OK 管它是什么语言 所以如果可以的 你会发现 你会的语言很多 那以后的话 你的那个履历上面就很漂亮 你每个语言都会 而且都可以很快上手 在哪个环境都可以 马上可以做出要的东西 这太厉害了吧 所以这种人才的话 那你当然不用担心说 你将来会找工作问题 以后是工作来找你 所以很多真的需要的工作 还找不到人 高薪还找不到人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有这种能耐 跨语言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这部分 其实不难 我刚刚只有加了什么 这三行 然后再把底下的tap移一下 稍微这样 就改一下 整个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的话 程式就稳定了 如果你不加这个程式 当然就不稳定 OK 请各位试一下 防呆的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待会我们也再来看一下 这个山灵试题 这个山灵试题 有点